记者陈毅赴台北报道,民进党立委昨日召开记者会炮轰,救国团是转型正义尚未处理的大怪兽,救国团是后提六点声明回应,声称内政部在106年3月就向立法院确认救国团非国民党的负罪组织,对此,内政部今日严正澄清非事实,是救国团不当引用,误导外界视听。 内政部表示,不当党产处理条例已于105年8月10日公布,救国团是否为国民党的负罪组织,目前正由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调查确认,内政部将待调查确认结果后配合办理。 内政部强调,救国团不当引用105年3月政党轮替前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内政、财政、司法及法治委员会第一次联席会议,有关清查党产所得知会议参考资料并误制正确时间误导外界视听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